和好胜心强的搭档一起合作是什么体验 疯狂的体验 你刚才那下好作尊 作孔的体验 对不起老师我俩第一次当主持人的经验 请你们亮起来 挺好玩 挺好玩 训练以外咱们各自的爱好 平时会学习书法 演讲 日语 英语 你也在学习一些专业的声乐 我比较喜欢开车 喜欢自由 分享一下当下认为对方的迷惑行为 太多了 我最迷惑的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韩同德只用了短短十几天 就把脸吃软了 雍龙 那是雍龙 华贵 那你喜欢穿什么风格的衣服 我喜欢穿休闲装 但是呢要有设计感 很官方 你呢 平时我喜欢穿汉服 包括汉服跟一些时装的混搭 你说你不懂我的审美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时候买特别贵的衣服 但你穿着并不好看 你有喜欢看哪本书或者电影吗 我特别喜欢看哈利波特 我是在医院那时候手术的时候 然后当时医生给我推荐了一本书 叫《失明症慢剂》 主要讲的是这种 一开始是一个车祸的现场 突然发现这失明的患者把所有的这个 看完快大哥 叔叔你小时候 家人不同意你选择花冰 这事我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采访说好几次一看就不关心我 是因为我小时候学习比较好 然后父母都觉得可能学习这边 要比花冰这边更好 那时候差不多是零下都有30度 那个东北嘛 咱老家每天都下雪 然后我妈说那你还去不去学花冰了 就为了知我不想要花 我就说那我想花呀 那想花你先走去 然后她就走到前面 然后头也不回 我在后面一边哭一边走 到了冰场走了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 裤子下面全都是湿 眼泪跟大鼻涕 然后还有雪 都粘成一块 有个板有个冰块的面具 然后一直哭啊 走到冰场以后 我妈问你还花不花冰呢 我说我还花冰 你小的时候说不爱花冰 那谁让你去花的呀 对是我爸我妈 还有我老师 然后呢 我很不情愿去学这个 但是最后经过这种连续说服式教育 然后他们说以后好歹你有一条有一技之长 你能去找一份工作 那你从排斥到喜欢用了多长时间 从学双人华 我本来去是排斥的 我排斥主要是因为小的时候吧 我也是这个学花冰人学跳舞的 我很清楚记得我是大队文艺委员 又是班长又是提尾 一堆的这些头衔 法尔赛的就是 最后一年我记得是 我带着我们班那几位最好看的女孩 都我跳的啊 我就跳弯弯的月亮相当于 后来我就觉得我就应该想要平淡一点 所以说自从学了双上滑吧 好歹有这个举的举的那个 比如说举杠铃啊 我没有觉得说自己还会像以前那种感觉 会春春的在跳舞 我更多的是觉得 这项运动里面带给我的 让我不停的在收获这种荣誉感 说说以前为什么没有把我照顾好 没把哥哥的角色当好 在小的时候我觉得过于追求了成绩的提升 在对于你的照顾上这些问题上 根本没有产生过很好的一些思考 说说我扣体重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那是教练让凉的 是教练让凉 教练没有要求放钱放钱 但是教练说没说 反正得这么去做 我的执念在合作中对你来说帮助有多大 因为从最开始我跟你划双儿划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目标不太明确 其实有一些男伴来 就身材更好的男伴来看到我 希望可能想跟我划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 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那种执念 看不到那种对于目标的渴望跟追求 所以我很坚定的去选择了你 合作中呢我比你感性 对你有什么影响了 一会疯狂 一会好 一会闹 然后呢在创作上呢会产生很多的这种灵感性的东西 我是一个很自我的独立的一个人 我不需要去其实过多的介入我 因为常年我也习惯这种模式 所以说你给我的这些东西呢 那我就可以说是有的时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而且我也愿意 就被累赘了 分享各自眼中对方温暖的时刻 谁更会照顾人 你更会照顾人 因为在这最后这个四年当中 我发现我的身体每天都确实是很差的一个状态 你带给了我很多的这种鼓励帮助 有的时候可能氛围痛多一点 但是还是感谢这么多年就互相扶持 都给了对方很多鼓励 分享一下收到彼此最难忘的礼物 二汇钱他说我压力大 给我买了一个初期的驴 给送那个驴贴心 但是确实不实用 在刚开始花冰 我们取得了一次好的成绩那个阶段 你爸妈妈特别给我买了一台那个苹果的大电脑 那我买的 怎么我爸妈妈买的 但是钱是你爸妈出的 我挣的奖金出 我挣的奖金 你奖金不够 你奖金绝对不够 一年一年青少年冠军怎么不够的呢 安静不够 跟我说 你对我建立起信任感是什么时候 那我从第一开始花的时候 我就已经坚信信任你了 而且其实在后期 两个人身体都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也出现了很多的意外 那我也是义无反顾地说 从 甚至有的时候一天都不休 立马就回到了冰场上 我的个性对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你的点呢 阳光外向 有的时候呢 这个 哭起来呢 我就很担忧 然后呢 有时候笑起来呢 我就跟你确实很开心 也能感染着我 还是那当年没长大的孩子 其实你对的个性也对我有很多影响 比如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很严厉啊 就是在告诉我做什么的时候 然后你在太阳底下吃着冰棍 看着我跑步的时候 我就觉得啊 怎么那么难熬这个时间 但是再后来慢慢来到北京 其实我们有一个时间需要平衡 我们两个也是在想 如何去找到自己的方向 其实网上有很多人 科我们CP啊 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科CP这个问题呢 确实不太适合于体育这个项目 我不希望看到有一天是孩子家长说 看到我们一双人滑 就是这个在科CP 在炒CP 然后呢 妈妈看到说 那我们以后不学习这个项目吧 我跟韩同国其实也都是 可以被称之为 宝藏男孩跟宝藏女孩 我觉得人生都是惊喜 何必要关注于一点呢 那我其实很小的时候 一直给我一个定位 就是叫鞋杠青年 那我现在也是不断的努力去再尝试的去迈出那一步 什么是鞋杠青年 叫鞋杠 我同时可以干好一件事 哦 对 男女成为恋人之外 你认为最好的关系是什么 那如果说我们两个真的是恋人关系 那我今天哎呀 我这个体重重了 韩同那边就说 没事啊 你多吃一点吧 可能就一百斤了 那可能举动嘛 那可能韩同哥那边是说 哎呀 我这边胯疼腰疼 我说哎呀 没事今天休息吧 别练了 那我们离目标就越来越远 我觉得只有最好的一个关系和距离 才可以促使对方 以一个特别良好的状态去督促对方 去不断的促进两个人进步 成就彼此 成就彼此 最好的关系其实也像我们一样 这个友情亲情 关于一身 还能去完成这个这么大的比赛的任务 然后还能够夺得这个冬奥金牌 我真的觉得就挺珍贵的 而且这个感情是很坚固很牢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的好 真的是能一起干事的人 很快就是我们15周年组合纪念日了 我们多久没有一起唱歌了 对我们上次一起唱歌 好像确实在车里面 对 放着香哪吒 香哪吒 我好像有点唱破音的录影 那唱一首一起喝两句吧 寻找光亮的方向 把你遗忘 回忆着就成我倔强的模样 我要遗忘了 我要遗忘在夜里的光 我那一定是唱歌的讲话 你别说了 我那是假音乐的 我那是生命之后 我还坚持唱歌 哈哈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